翻唱或參加 翻唱或翻唱或參加 翻唱或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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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後要報告的題目 那接下来两次就是各位报告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 透过最后的那一篇复课的文章 来回顾我们这个学期 所触及到的一些问题 而且许多同学 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感觉到 这篇文章的确是具有总结的性质 那从一开始 我强调一个大方向 简单地来说 就是从一个跨文化的视野 来探讨修养哲学 或者把修养哲学 放在一个跨文化的视野里头 来理解 那这个跨文化的角度 主要牵涉到两个面向 这部分我之前也提过 一方面是时间的面向 就是古今 或者古代当代 古代现代 这样的一个线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空间性 也就是以这个东西的问题为主 但是显然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发现 或者今天我也会再进一步提到这个部分 空间的部分 不只是欧洲与东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关系问题 其实它也牵涉到欧洲历史的各种复杂的动脉 在这个动脉里面 我们可以说 东西南北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关系 不断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我们在南北方面 可以发现希腊 罗马 以及北欧 这样的一个线索的历史复杂性 也就是说 在访谈中 富科很清楚提到说 对古希腊文化 其实在现代欧洲来说 具有不同的态度 或者不同的了解方式 他也提到 德国古典文化 也就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化 对古希腊的一种态度跟吸收方式 以及他自己的这个吸收方式 或者自己的探索 所以在这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又能够发现在欧洲内部 不只是存在着这个南北的问题 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欧洲内部的这个东西的问题 当然在19、20世纪 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冷战的结构 整个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分裂了 就是东西分裂了 东欧、西欧分裂了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分裂的问题 或者这样的一个线索 我们看基督教的历史 也是可以发现类似的一个情况 有在所谓的东正教的发展 以及天主教的这个发展 所以欧洲内部的这些历史的跨文化现象 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从这个跨文化的角度来说 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的是古今的问题 是古典与现代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注意到空间的这个问题 是东西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交错 那这两个部分 我今天要试图再进一步说明 那还有一个部分 在这个脉络里面出现了 也就是主体的问题 或者福克在这一篇访谈里面 再次提到的这个主体化的观念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就面对主体的问题 或者个体与主体的这个区别 在欧洲历史里面的一种演变的问题 那最后 其实透过对修养哲学的讨论 我们一再触及到一个 比较麻烦 或许对各位来说也比较无聊的问题 是到底什么是哲学 何谓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哲学能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什么呢 怎么样修养才是好的呢 哲学能够给我们答案吗 还是哲学永远只是提问 永远只是让我们停留在一个答案 好像有答案又没有答案的 一种尴尬的位置里面 所以我今天简单地要回顾 这四个方面 一个部分是古今古典现代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是主体化 到底希腊有没有主体的这个问题 第三点是 牵涉到欧洲的这个东西南北 这个跨文化空间性的问题 以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到何种程度 能了解东西 也就是西方与东方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就回到这个 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 在这一篇访谈里面 福克提到一个观点 其实这个观点在我们第二堂课 所阅读的访谈里面也出现了 就是对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深刻的怀疑 在这一篇里面 他提到说古代文化是一种深刻的错误 他说是一种 profound error 一种深厚的深刻的错误 那为什么古代文化是一种深刻的错误 为什么他对古代文化并不是采取一种向往的 比较天真的向往的这个态度呢 而总是好像在这个古代与当代的这个关系方面 寻找一个比较恰当 比较适合的这个处理方式 这似乎到了最后 也是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甚至说这篇文章最后 就是从一个怀疑的角度来结束 或者说从怀疑普遍真理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结束 从哲学就是永远的意在的提问题的一个角度来结束 所以好像回到古代 回到古典希腊罗马的文本的目标 并不是在于寻找答案 寻找好像很清楚的指导 以古代为典范来指点当代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福克对古经的了解并不是以古人为典范的一个态度 但是同时 他也必须说明或者也试着一再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古代 因为在访谈里面 这个访谈者也问他 你以前都是研究所谓欧洲法国古典时代的 17、18、19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阶段 那你为什么就回到17、18世纪之前呢 为什么回到基督宗教的历史呢 甚至回到古希腊罗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也是要说明到底回到古代 回到古典希腊罗马的文献 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 那这个动机在他的说明里面 一再地触及到整个欧洲的一个历史脉络 这部分我们也多次谈到古代 中世纪先当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线索 似乎是福克透过他对欧洲修养史的讨论 所以我们要比较透彻地去整理 或者去反省 所以在这方面 为什么他最后说古希腊没有主体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古代哲学 基督宗教 世俗化的一个先当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 在访谈里面的一个段落 提到说古希腊没有主体观念 根本是没有谈到主体的问题 这个似乎跟他一些其他的说法 是违背 甚至是有一点冲突 因为我们在这个学期不是不断地谈到主体的历史吗 主体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呢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他在最后的这个段落里面的相关说明 我们就能了解到他在这边所指的这个主体 是现代的主体 是一种现代对主体的理解 也就是一种普遍主体的这个观念 或者一种意识主体的观念 而且这样的一个普遍主体的观念 具有它的历史 那这个历史与基督教的发展紧密相关 或者说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 到基督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过渡 或者相关的历史转折紧密相关 所以为什么他一方面认为这个古希腊哲学没有主体观念 另一方面又强调古希腊哲学特别重视的是个人的风格 就是风格的问题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照 我们蛮清楚地能够看到 复刻思考历史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从一个当代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20世纪对主体哲学的一个怀疑 深刻地探索 甚至是反驳 来切入整个欧洲历史里面 这个自我修养 自我实践 自我技术等等的这个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 他特别要强调的是 所谓的普遍主体并不是古希腊哲学所寻找的 其实古希腊哲学所谓的个人风格的追求 或者一种生存美学 所触及的是主体化 就是人的形成 并不是一个像永恒不变的人性 作为普遍主体的基础的观点 是古希腊修养哲学的核心 而是一个个人风格的创造 的形成的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古代文化是一个深刻的错误呢 或许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 因为实际上 这个我们在许多的其他的文章也看到的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并没有解决 所谓的个体与普遍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或者说 我们一方面可以把 古希腊罗马的这样的一个 自我观 与基督宗教的这个自我观 或者主体观 对立起来 我们可以说 其实在欧洲历史里面 从古代到所谓的中世纪 发生了一个断裂 这边有一个历史的断裂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深厚的深层的转折 但是另一方面 福克也不断地强调说 连续性也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里面 甚至是在 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 犬儒主义 地奥格尼斯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态度里面 能够看到 许多与后来的 基督宗教发展 紧密相关的线索 好像犬儒主义者的这样的一种 哲学生命 把身体看上是一个剧场 来展出的这样的一种理解 与早期基督宗教的苦修方式 有许多的连接点 换句话说 在古希腊哲学那边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内在的矛盾 或者一种起义性 一种很深厚的 所谓的问题 问题化的这样的倾向 那其实 复刻从一个当代的角度 就试图 从古代与众世纪 古希腊罗马哲学 与基督宗教的 这样的一种纠结的关系 走出来 解放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古代文化 因为存在着这样的 复杂的历史线索 并没有提供清楚简单的回答 并没有对当代生活的问题 提出简单明确的指导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就不得不回到 所谓的主体与主体化的关系问题 或者主体的历史 这样的一个方向 如果主体其实离不开主体化 也就是主体透过 与他自己的关系 与他人的关系 与环境的关系 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而形成的线索 那么 当代的主体问题 与古代的主体问题 与基督宗教脉络下的主体问题 必定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从古代 或者基督宗教的资源 能够获得重要的启发 但是在复刻看来 在那边 没有办法找到 清清楚楚的答案 那当然 这带我们到一个相当麻烦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整个古今的关系 整个古典与现代的关系 在这样的一种非常选择性的态度里面 当代与古代非常选择性的 一种 有一点是拿来主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里面 到底古代有它独立的价值吗 还是它只是一个资源而已 它只是提供一些 我们可以方便使用的可能性 它只是提供一些点子 就是引发我们的创造性 但是古代本身 整个传统本身 并没有任何的优越性 与古代的关系 是平等的关系 甚至当代 现当代永远是优越与古代的 我想这样的一个态度 与德国古典研究 从18、19世纪以来的发展 具有很明显的不同 这个是我今天要讨论的第三点 也就是福克在访谈里面 多次提到德国与法国的关系 德国哲学与法国哲学的关系 我在提到德国法国哲学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面对欧洲古代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理解方式 不同的可能性 在其他的文章里面 福克也曾经有一点嘲笑 德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研究者 嘲笑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 接近信仰的态度 就是认为回归古代 回归希腊 复归希腊 是有很重要的道德意义 或者所谓的规范意义 甚至认为我们现代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在今天活出古代 我们要活着像古人一样 用一种以古人为典范为标准的这个角度 来进入所谓的古经的关系 所以在这方面 复刻与这样的态度 要划清界限 但是这个界限能够划清吗 许多同学提问的时候 也很好奇 那为什么福克现在 好像对德国哲学 尤其对尼采海德格 表示的 好像非常肯定的一个态度 非常肯定的这个观点 因为假如德国十八十九世纪的这个古典学 是十九二十世纪 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的话 那这两种状态 这两种哲学的方向 能够分清楚吗 假如福克自己是一个尼采主义者 那尼采不是奠基在 尼采的思想不是奠基在 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研究 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 这个发展上面呢 其实尼采 多多少少是 已经开始反驳 希腊的理想化 这个在访谈里面也提到的 这方面 已经出现了两种很不一样的态度 尼采并不是 以古代为一个很美好的时代 所谓的黄金时代 并不是 他所谓的西普学 总是 要 在这个美好的背后 弹出他的黑暗面 他的反面 他的负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所谓的 复役到希腊 或者不断地回到希腊文化 来寻找当代的答案 当代问题的回答 也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所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那海德格 那在这方面 或许还更加强调 古代希腊的 这个规范性的价值 虽然他对古代哲学的解释 与十八十九世纪古典研究的解释 出现明显的不同 甚至是很复杂的批判关系 但是基本上 在他的欧洲历史的想象里面 古代的希腊 与当代的德国 就是他当时的二十世纪 二零三零四零年代的这个德国 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甚至认为 这个关系 是要拯救 整个欧洲文化 欧洲文化 在没落的一个情况之下 靠着 我才应该要靠着 古希腊与当代德国 甚至是三零年代的这个纳粹德国 来提出一种另类的文明模式 这当然在今天听起来是很疯狂的一个想象 但是这样的一个想象 是奠基在古希腊 古代古典文化 与当代历史情境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紧密的关系上 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欧洲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 不得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为什么是德国学者在18、19世纪向往古希腊 而法国长久以来就是罗马的传统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又能够看到欧洲内部 欧洲历史内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张力 一个很重要的冲突的来源 就是德国与希腊的关系 法国与罗马的关系 那最近甚至有意大利的著名哲学家 阿甘本提到说 现在欧盟所有的问题 就是要归结到这个冲突上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要走罗马的路 也就是法国的路 意大利的路 还是德国的路 也就是希腊与德国的这个关系的这样一条路 所以从哲学的角度 这些历史的问题 一点都不是遥远的 它其实是紧密地触及到 我们当下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一种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当代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行为会是很盲目的 我想这个问题 所以针对欧洲的历史来说是如此 针对东亚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在今天留意中国大陆学界 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新探讨 从古到今的一个重枯的工作 我们就能够看到与福克这样的一个思想 或者他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哲学脉络的一种 值得注意的这个呼应关系 但是我想从福克的讨论 我们也一再看到一个问题 进入这样的一个深层历史结构的理解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福克自己承认 他在这方面也许多次修正了他的看法 或者调整了他的研究进入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探讨 或者对历史真相的掌握 一方面是在流动中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被确定下来 也不得不成为某种能够明确精确地回应我们当代问题的一个因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欧洲内部的东西南北的跨文化问题 或者是欧洲与东亚的这样的一个跨文化问题 隐藏着非常多的复杂的难以回答的问题 而恰好尼采与海德格这两位哲学家 又带我们到第一堂课所提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修养哲学 或者广泛的这个哲学与时代诊断的这个关系 因为恰好尼采与海德格当然包含富科在内 还有许多其他的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 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当代诊断的媒介 透过哲学的反省 不只是要了解过去 也是要探讨在当代有哪一些可能 哪一些思想与行动的可能 那 富科选择了尼采与海德格这两位哲学家 作为他思想的两位最重要的参考 从20世纪的这个德国与法国的这个关系来说 又是隐藏着极为敏感也极为麻烦的这个问题 因为恰好这两位哲学家 与德国20世纪历史文化发展最黑暗的那一面 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希特勒自己把尼采看成是他的思想上的一个先驱者 那海德格在1930年代 直接支持纳粹政府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能够了解到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当代法国哲学与当代德国哲学 就能够看到这些当代的问题都反映在他的相关的论点之上 那最后什么是哲学 哲学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修养才是好的 或者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问 假如我们摆脱所有的这些历史因素 我们自己能够想出一个有意义的哲学呢 有一位同学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 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完全没有受到前人哲学思想的影响 他有办法以自己的观察经验 提出属于自己的一套重要的 被世界广泛讨论的哲学理论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的 或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每个哲学家都是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好像每个哲学家都是要重新开始 认为 我们在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那么独特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 甚至就是我自己的那些问题都已经那么麻烦 那么复杂 我为什么要赌一堆的这些哲学的著作 这个有什么帮助呢 而且面对台湾这个学院化的哲学 或者不只是台湾这个学院化的哲学 其实是二十世纪 十九二十世纪以来 学院化的这样的哲学 学院化的这样的哲学 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了解到 哲学变成是书本的知识 变成是哲学史 变成是要看很多书 才能发言 才能说明它的意义的一门学问 但是复科不是不断地强调说 这样的哲学毫无意义 如果这个是哲学 我做不是哲学家 那复科恰好不是要做这个吗 它不是要摆脱所有这些 学院哲学的 的这些包袱 而重新启动哲学的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阅读它的东西 我们就发现 哦那个知识那么多 条件那么多 背景那么多 这不是骗人的吗 就根本 它根本也没办法做到 它想做的 或者它也没有办法做到 例如说 它在迪奥根尼斯身上 所看到的 或者到某种程度向往的一种 哲学与生命 直接串联的一种状态 但是无论如何 在回答何谓哲学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或许要留意这样的问题 或者这样的一种紧张关系 就是一方面 哲学跟书本的知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一种可能 哲学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 它是从我们自己的观察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 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思想 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一旦要表达这样的一种思想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样的一种观察 这样的一种经验 我们发现 这里面的语言表达 它就是充满着历史性 充满着前人的著作 所表达的观点 我们在语言化的过程中 发现每一个我们要使用的 这个词汇 都不是单纯的 而且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要直接回到古代 我们不要参考任何的这些 在我们当代与古代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解释 我们要直接看到古典 直接阅读经典而已 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在这里面 所谓的诠释的问题 是极为复杂的 我们摆脱不了 这样的历史的因素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样的一种哲学 不可能成为 世人广泛讨论的哲学理论 因为如果这个哲学 来自你自己的观察 你自己的经验 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一套思想 与生活方式 那你怎么跟他人沟通呢 你怎么跟他人说明 你的这个观察 你这个经验 你这个生活方式呢 那还是要回到语言的脉络 那就还是要回到书本知识 还是要回到一个很复杂的 累积在语言里面的一种 语言的概念化 的这个脉络 所以我想 最后 还是希望 这门课 让各位多多少少 对这样的紧张关系 对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可以说 凝聚在修养哲学内部的 一个难题 有所体会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